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世界一把抓 每个星期二早上的十点的单元总编辑选书 我是新经典文化的总编辑叶美瑶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三才刚刚上市的香港字 迟到150年的情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香港作家董启章 虽然是香港作家 但是我在这里以资深读者 资深喜爱者的身份跟大家先说一声 他的小说绝对不禁止于香港人会喜欢看 如果你没有看过董启章 请从这一本开始 非常好看的一本作品 今天请来现场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的是 我自己同事11年 其实再加上之前前公司的话 可能不止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编辑 他叫詹修平 我们平常叫他小姨 他也是新经典的同事 同事他是香港字 这本书在过去几个月之内 跟他花最久的时间互动的展秀平 请他来跟我分享这本书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书的制作过程 其实做了非常多 纯粹的除了文字编辑以外 还有别的工作 以及这本书是怎么开始的 因为过程里面 他跟董老师是最密切的 今天好像会有非常多香港朋友 透过直播的方式收看 包括董启章老师 可能也会看到我们谈话 不足的地方 请老师在直播的脸书的下面 请留言告诉我们 那就接下来听我们怎么跟大家介绍 这么非常好看的小说 香港字 来小姨 先跟各位听众问一下 好 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边分享 董启章老师的作品香港字 那我想先讲一下 大家可能一开始看到香港字 这三个字 可能会觉得他是 直觉应该就是会觉得 他跟香港是有关的 就跟我们都没关这样 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错觉 但是我想先解释一下 香港字的三个字好了 基本上香港字 他其实讲的是 中文世界的第一套签字 就是以中文来制作的 中文签字第一个 史上第一个 所以他其实 不应该说完全是香港的历史 他应该是整个世界的历史 整个中文世界的历史 对 只是说因为这段历史发生在香港 因为这一套中文的签字 最早最早是在香港 铸造完成的 所以他才被称文 就是Hong Kong Type 香港字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从这个书名 就可以看出 它是一个跟文字有关 然后可能跟历史有关 然后当然还有其他更多 等一下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缘起应该是在 我今年大概去年 去年年底 我们先出了 东西章的上一本 有一点科幻性质的小说 叫后人间喜剧 那我本来想说 那个书其实已经很庞大了 他处理了非常大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 因为东西章 其实是一个职业作家 我们知道 但他也要照顾他的 家人生活孩子嘛 所以没想到 今年六月的时候 他说我又写了一本小说 那我当时吓了一跳 我想说你也写太快了 因为十几万字的小说 他就立刻传来给我 那接下来我才知道 这个小说 几乎可以说 不是他自己 本来计划就要写的 是因为他遇到了一桩事 小姨来讲一下那一桩 奇妙的事吧 其实我们在 去年出版上一本 后人间喜剧的时候 我们就有问过老师说 老师你下一本书 是打算写什么 然后老师当时是说 他心里有一个爱情故事 想要写 没错 对其实我们看到 这一次的这本书的 副书名叫做 《迟到一百五十年的情书》 对啊我们也很好奇 问老师 就老师说 这本爱情故事 还不是他想的那本爱情故事 所以可以知道 《香港知》这本书 真的是老师他一个 就是他在某个契机下面 突然很想要很想要写 他才开始了这个 这个写作的旅程这样子 那我们如果回溯的话 其实东西张老师 他说他是在去年的 从阳节吗 十月底的时候 当时其实香港那边 举办了一个展览 展览叫做字里图间 画图的图 文字的字字里图间 文字里面跟图片之间 这样子的意思 那其实那个展览在展什么呢 他在展的是香港的印刷业 香港印刷业的历史 从很古老很古老 大概十九世纪开始的历史 一直到近代的发展 然后里面包含有展览很多的真品 比如说签字 那老师他其实就是在这个展览上面看到 最前面他就看到了香港字这个东西 我们刚开始讲的 就是中文世界的第一副签字 那根据老师的说吧 就是他看到那个文字的时候 他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就是那个文字对他来讲 好像有一种魔力 对 所以他当年看完了那个展览 他回家就跟他太太 黄天心说 他一定要用香港字来写一个故事 就这样 对 那后来就变成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一本书 是 董奇章在展览的现场所看到 我记得是沙田吗 对在沙田 沙田这个美术馆里面看到的这一套字 这一套所谓签字 其实是活字 活字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每一个字是分开的 那因为早期也有用雕刻的方式 木雕的方式 把字全部都雕在上面 然后拓印出来 那活字当然使得这个印刷传播更为方便 但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他看到的是1858年 荷兰人从香港英华书院印刷所买的 一套活字字模 那荷兰人因为后来发现了说 这个在他们的博物馆里面 有一套这样的字模 但已经不起了 他们想要找到齐全的 所以就透过人打听 包括跟香港打听 听说也跟台湾的日新住之行的张介冠老先生打听 就是想要知道说 有没有人还可以把这个 帮他们把字模斗齐这样 结果才发生 香港人才意识到说 或者说年轻一代的香港人才发现说 哇 原来当年第一套中文活字签字 是由香港这个 应该说在香港完成 最早从马六甲 然后也到澳门 最后在香港完成 而且就叫香港type type这个字就是字型 那所以它其实不只是一个香港人自己铸造出来的字 它跟当年的一段英国的传教士的历史 跟当时的西方跟东方接触 甚至于到后来的报业印刷传播 中间还牵扯到太平天国 坦白说 我一开始看到香港字三个字的时候 我觉得哇好像很厉害的故事 但是呢我下一刻作为出版者 要替员工们的生计着想 我下一刻的时候想说 但这香港的事情会不会台湾没有兴趣 但各位 我读完的时候 我跟董启章第一次在这个沙田美术馆看到这批活字被展出的时候的感受一模一样 就是很震撼 当然他是作家 他把它写出来 我的震撼在于 我为什么对这段历史完全无知 这么精彩的故事 这是我觉得这个董启章非常精彩的地方 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董启章这个作家 因为对这个纸编小一来说 我们叫他小一嘛 他他其实是跟董启章开始写作的时候才出生吧 就是董启章是在1992年在杂志上发表西西利亚 然后开始创作 接下来他跟台湾其实非常有关系 因为他最重要的初步的出道的几个大奖 都是在台湾获得的 包括这个安佐珍妮得到了联合文学小说亲人奖 很巧的是那一年我在联合文学上班 然后后来用双生获得了联合报的文学长篇小说特别奖 之后呢 他就陆续得到这个港台各项大奖 当然他的书也买到中国 这样的一个作家呢 他其实是一个在七百万人的岛上 其实那是一个纯文学书的市场有限的地方 我们可以想象 虽然他们有艺术这样子的 非常能写畅销小说的作家 有霓框 有金庸 可是写纯文学作品 而且要赖以为生的 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但董奇章写了三十年 从来没有顶纸 从来没有说 这个生活太艰难了 写不下去了 然后他写了十本长篇 这个其实即使以台湾的作家 要写十本长篇 也都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那这样的一个作家在去年 这个交出了后人间喜剧以后 今年居然又立刻交出了一个 长达十一万字的 非常精彩的 融合了历史跟现代的小说 我们先来听一个 到底为什么香港作家这么强韧 这么厉害呢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张国荣的 I am what I am 结果这个 本来要放这个梅艳芳 但是 本来要放张国荣 但是那个 太喜欢梅艳芳了 所以梅艳芳先登场 四水流年 我还没有想起来 我们再试一条 过去那时 我们先来试一下 这样子 不过去 这套文章 打法 我新闻 给我们 要 给我们 这一器有 拿来 快 这套文章 让 我们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人不太会使用的粤语广东话 但是他们的旋律或他们的歌词 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熟悉的香港情感 那用它来带领我们回到这个小说里面 小说其实时间回到更早 它虽然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女孩子 赖承辉的故事 她寻找香港自的自缘的故事 寻找她自己个人历史的故事 可是其实一路都带回到了 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签订的 也就是香港开赴的那个 十九世纪中叶这个时代 那用梅艳芳来让我们回味一下 就是早前的香港 不只是现在的香港 好我想再请小姨来 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聊一聊 就是董女章在那个现场 看到了香港自以后 决定要写这本长篇小说 接下来他做了什么事 我记得他其实在后期里面说 那么短的时间 但他其实做了非常用功的事情 其实董老师 他如果有看过他之前著作的 应该就知道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擅长收集资料 对吧 这些资料转化成属于他自己的故事 其实就是小说家的能力 对 那老师他当然 你既然看了这个展览 他一定马上就去找了 这个展览的负责人 但这个展览的单位 其实他们是香港版画工作室 这一个单位 对 那他们其实也是小小的一个单位而已 但是他们为了 现在其实他们为了要重铸香港资 非常努力在 就是香港印刷 现在近一代的这个部分 在助力在这个部分 那董西张老师 他就先从香港版画工作室这边 了解整个香港资背后的历史 对 那这段历史其实非常的复杂 那在 包括文字的 文字所谓签字的制造 然后还有 刚刚讲印刷 然后还有整个传教士的历史 老师其实他 搜集了非常多的资料 其中也包含了很多台湾的历史学家的帮忙 是 一个叫苏金先生 对 那个 助以代科 其实等于是那个近代中国的印刷史了 对 就是老师他其实参考了蛮多这个部分的资料 那包含是我们透过刚刚讲的就是 香港的这一副最早最早的这一批签字 它其实已经失传非常久 它在当时19世纪铸造完成之后 很快就在历史上消失了 就其实从19世纪到现在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可能就是一两百年的时间 大家都已经忘记有这个东西存在 或大家甚至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 它真正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荷兰那边发现 原来他们19世纪的时候 曾经有购买过这一副签字 然后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然后才到了香港办法工作室的手上 所以这其实是一段消失很久的历史 然后他们现在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他发现说原来这个是一个香港近代 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其实我知道像台湾 我们过去几年也非常努力在 把台湾自己的历史拿出来告诉大家 或是在学生的范畴里 大家也加入了台湾的历史 那其实对香港人来说也是一样 因为香港人他们其实原本 也几乎都没有学过自己的历史 对所以香港这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跟我们很像 他们变成他们也想要去搜寻自己的历史 香港自己本身的历史 是 对 这段历史我其实读来非常的激动 就是在那个 因为小说分三个部分 有一部分是赖成辉这个 现代的一个香港女大学生的故事 那有一段是所谓的自灵 这个活字降临会 其实是透过活字 好像那个你在打字的时候 那些字自己在跟你讲话一样 他透过这个活字降临会来 回溯这整段的其实西方传教士的历史 也就是为什么会有香港字 会注这批字出来 当然就是为了传教士为了要刻印圣经 为了像那个没有开化的当时的中国人 传播这个上帝或者神的这个思想 那为了传教他们必须 因为他们其实这些传教士的中文也不够好的 所以他们都需要翻译 那最好的方式能够散播最远 因为你跟一个人讲话 不如一本书印个一千本 跟一千个人讲话 所以他们很想要这个刻印圣经 可是别忘了在那个时代 十八十九世纪初 其实中国是不准清廷 那个时候是清朝的时候 他们是不准外人去传教的 就是不可以进来传教 可以通商 但是不许这些人跑来跟大家讲 这些上帝的思想 所以传教士其实从西方来中国 都是抱着一种 就是我的命就是上帝的 我为了传达上帝的旨意 来到这个生活不容易的地方 这些人听不懂我的话 那我要把我的人生就附和在这里 就是投注在这里 1807年20岁的英国人 他叫罗伯特马里逊 这个小说源头最早的一个 最重要的传教士 他跟伦敦传道会 其实他就是新教 基督教 申请说他要来中国传教 一来因为他的家乡 其实他的生活也很苦 再来是因为他们就是受到神的感召 他是本来就是传教士 所以当时中国人口 对西方人来说就那么多人 如果这些人都信上帝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福音就可以传得更远 所以伦敦传教会就派他来 来了之后呢 他就先到了 我记得他是先到纽约 搭船再到澳门 然后后来去马六甲 就是当这个中国还进不去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是在这附近 找地方能够辗地生根 那不能够传道 他们就做什么事 他们就翻译 他们就这个帮你做这个字典 英汉 他叫英华字典 所以英华书院就是这么开始的 英华书院最早其实是在马六甲 马六甲也就是马来西亚南的一个地方 一个港口 那这样辗转到最后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南京条约签订了以后 等于这个香港这个地方就归英国的了 所以传教士其实就陆陆续续全部都进来了 英国这个地方 英国在香港这个地方做了非常多的建设 等于是从一个渔港 最早的时候是一个渔港 在还没有变成南京条约签给这个英国 割地给英国之前 它其实只是一个小渔港 英国人来了以后呢 尤其是传教士跟这些政府官员 就相继地把各种建设做了起来 你现在跑去香港 为什么会感觉到这个城市一方面 我不知道小姨你去香港是哪一年的时候 你还记得 我不太记得 但是我之前真的常常去香港 为什么 就是几年就会去一次 太好买 太好吃 太好吃 太好买 然后你觉得香港人很热情 对 我自己在看小说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惊讶 因为我在学生时代我也没有特别有记忆 说我们有学过香港的历史 对 那我是在看小说里面 他才提到说 其实在 就刚刚讲的南京条约 184多少年 1848年之前吗 香港其实 就是香港岛那个部分 其实是几乎没有人会去的地方 就是一个一毛 震草不深的地方 对 所以其实这样的香港岛 他距离我们也才多久之前 很近的时候 他们竟然什么都没有 那香港岛那个地方 的确就是因为刚刚 美奥从边所讲的 因为西人他们想要来传教 所以他们才进驻这边 然后其实他们很快很快的 就把香港岛开发起来 开发成我们现在的样子 几乎就是现在的样子 这样子 就包括维多利亚港 那些东西 那个时候其实都 很快就建立起来 我跟小姨一样 我对香港的感觉 也是很好吃 很好买 但是我还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是 我非常喜欢走香港街道 尤其是这个上环中环的那一带 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 旁边有好多古迹 然后每一个地方转进去 其实你如果驻足在那边慢慢的看 你不是去这个百货公司 而是走到这些 看起来人并不多 游客并不多的地方 但是你会看到 所有的东西都是 以前人留下来的历史 包括他们的街名 包括他们的这个 许多英文的翻译方法 对我来说都非常的新奇 就一样用同样的中文字 可是你在香港有一种 特别的国际感 那这当然跟香港的 这一整段历史非常有关系 我记得我在上一次编 马家辉的书的时候 请詹洪志先生 写了一篇特别的序 那他就提到了 最初本来英国要的 不见得是香港 只是任何一个岛 最后这个南京条约 签了香港 改变了这个岛的命运 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继续讲 非常精彩的香港字故事 欢迎回到News98 98新闻台 这里是总编辑选书 每个星期二早上 10点到11点的单元 我是叶美瑶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小说 是董启章的香港字 上个礼拜三 刚刚出版 出版的时候 我们先做了一个 有意义的活动 就是为这个 我们刚刚讲 董启章去看这个 字里图间这个展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了 他其实原来并不知道的 香港字 其实很多人也都不晓得 这个Hong Kong Type 因为后来有其他的签字 更热门 取代了这个最早的 第一批的中国活字 那可是这一批字 当时对 不管对香港也好 甚至于对太平天国的崛起 甚至于对当时的 这个中国的 或者说香港的 报业的开始 都非常有关键的角色 那这批字 居然连香港自己都忘记了 很多华人也不记得了 居然是因为荷兰人 在发现他们的博物馆 角落里面 有一批散落不全的字 想要找全它的时候 重新引起了香港人的注意 那么香港版画工作室 就决定要重铸 这些字 那各位可能觉得 重铸不是就是 找一个工匠 然后开始敲打吗 不是这么简单 重铸的意思是 那些香港字 他们要从过去的 印刷出来的成品里面 而且是150年前的 去找出那每一个 他们还没有的字 然后做成字模 先要刻出那个字型 做成字模 然后再灌注签字 这个整个过程 我看这个 翁秀梅 翁秀梅 对 他说他们其实 一天就算这个 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 大概修十个字顶多 那你知道一整套字 其实是大概五千 四五千个字的 那所以其实 一两年他们都做不完 更何况 他要钱 他要人 人是要有人才 还不是只要 我去也行 我去是不行的 那这些专业的做法 其实做出来的东西 又不见得有商业价值 对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当时在出东西 上香港字的时候 也是受董老师的感召吧 觉得这件事情 很有意义 他不只是香港在注字 他是整个中文世界 你知道我们出版社 就是一个印刷 行业的一支嘛 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 这个也许让小姨来补充 我们只是决定 做一件事情 就是做一个计划 来推动香港注字 重铸计划 小姨我们做了什么 我想说已经卖完了 还是要讲一下 稍微讲一下 我想倒回去讲一件事情 就是印刷跟签字 这件事情 因为我不要签字 大家现在对签字 想法是什么 可能有些很喜欢的文青 或者是比较喜欢 译文书的人 会觉得这很有意思 可是我自己在看 香港字的时候 我才被书里面 讲到那个历史 重新提醒 就是其实 为什么活字这个东西 这么厉害 额 宋朝的时候吗 毕生发 毕生 对对 活版印刷 对活版印刷 但是那个时候 活版印刷 其实他们就是 找一块很大的木板 然后你要写什么 就整块写上去 这样子 一本书就写完 然后写完之后 这个东西印完 一次性 它就烧掉了 就是你每次 每次印刷 每次重新掉颗 但是后来活字 它厉害就是 因为它每个字 每个字都独立出来 所以从西方 其实在15世纪的时候 古藤堡就发明了 这个活字 但是到我们刚刚讲 就是我们这边 亚洲竟然 又到了19世纪 隔了这么多年 其实中间就是因为 中国他们一直实行 就是索国的政策 所以其实活字 这样子的东西 到了这么久 经过几百年 竟然才流进 中国流进就华人的世界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读来就觉得 很 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对对 历史真的是一个 很博大精深的东西 然后甚至它一直到现在 我们可以把当初的这个东西 它这么有用 就是它一个个拿出来 可以重新再把它重组出来 这件事我觉得 非常非常有意义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 在做香港字的这个 这本书的途中 有一天我就莫名其妙就跟 就是美奥总归说 对使作用者是你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字 就直接拿去印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其实很方便的话 大家随便都可以去外面 自己做图章 或是什么的 我当时只知道 我们既然有这些书 就是有找到 19世纪的那些史书 东西张老师 有找到很多了 当时用香港字 印型的书这样子 我就想说 可不可以把这个弄出来 那美奥总归就非常有力的 把这件事促成 就是缴了我们台湾 现在唯一仅存的 非常有价值的一个 这个日新组织行的 张老板来帮忙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在推出 上礼拜推出这本书的同时 也推出另外一个 是我们的工艺的套组 那这个工艺的套组 为什么叫做工艺 很大部分就是 我们会把 我们把其中大部分的 金额都拿去捐赠 给香港文化工作室 让他们可以 在重铸香港字的 这个过程中 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 其实就是台湾 对香港的一个 支持这样子 对所以 把这个香港的 香港字跟日新注册 好像串联起来 因为对我来讲 他们不是只有 香港这件事情 他就是所有的印刷业 背后的当年的 最重要的推动者 就是活字 那活字签字这件事情 台湾唯一剩下 还在注字的 就是日新注字行 很可能是 华语区唯一剩下 还在开着店注字 不是把它当艺术品 是当着实用的 你真的可以去买的 就在太原路 对 好 那个 因为从小一的促成 到我们决定 推出一个特别版 然后作为工艺 每一套都捐出 其实大部分的钱 都捐出去了 那个 其张老师请放心 我们有留下你的版税 刚小一在讲一个东西 就是我跟她一样 就是觉得 为什么历史会 会是这样发展的 为什么中国要到 这个19世纪中旬 都还没有自己的活字 没有活字这件事情 对于很多东西的传播 传递 其实是困难的 所以以前只有官家 也就是朝廷 才可能大步计划的 什么四库全书 这样的去刻印 那大部分民间的 都是用手抄的 那所以 这个历史真的是 是很奇妙的 为什么这个字 最后降临在香港 变成Hong Kong Type 这我真的就要回到 我上一段后面 没有讲完的 就是上次在做 马家辉老师的 也是历史小说 鸳鸯六七四的时候 请这个张宏志先生 写了一篇导读 他特别提到了一段 香港历史 真的是太 就是你很难说 是宿命 或者是什么 在1793年的时候 英国的这个伯爵 他叫McCarney 叫George McCarney 他率领使节团 来中国 到中国了 这个热和成德山庄 见乾隆皇帝 当时是为了庆生 可是同时 他带着英王 乔治三世的 这个讯息 希望什么 那个时候 大家都想要 跟中国做生意 可是又很觉得 中国很大 很厉害 所以呢 带了一大堆礼物 什么天文望远镜 一堆的贺寿之外 同时提出 拿出信来 信里面就是请求 希望中国能够 打开一些地方 让他们可以来做生意 那互派大使 然后关税等等 以及最重要的是 能不能给他们 一个小岛 这个我是 也是看历史才知道说 原来他要原来的岛 并不是香港 他要的是 周三口外 就是任何一个岛 都可以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要有人 那个港啊 码头啊 可以下货啊 方便嘛 然后外国人来了 你不能马上就叫他 搭船回去 在那边要稍事 休息等等的 然后而且交易 有时候要要领钱啊 要交易这个 谈判啊等等 那最后 他说这个不是在周三口 也可以在珠江口 最后决定了一个 蜻蜓 完全看不上的地方 是 是香港 那我们就说了 他从一个雨村 同时也就成了当时的经贸 传教聚集的地方 所有的英国人 后来就来到了香港 这批字才最后会留在香港 完成 那这批香港字 在英华书院 其实就叫英华印刷所 后来印刷所就收了嘛 但最早的时候 的确就是一个印刷所 同时他也办学 现在还在开学校 对对对 因为后来他们这个 士生们觉得 这个应该继续传播 这里面就牵涉到了 这个印刷所 这个义学 办义学 可以来免费上学 还可以住在学校 吃住在学校 为什么他训练这批人 一方面是翻译 把中文跟英文 可以这个交互翻译 另外一方面是 从里面找到人 可以做印刷工人 这就回到了我们的小说 非常重要的一块 来成为的 外征祖的故事 外高祖父 高祖父 就是不只是征祖 他再高一层 他叫代福 代福 这段故事 代福生 是是是 对 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嘛 就是香港在 十九世纪的时候 他其实才刚刚开始发展 那很多传教士 来了香港之后 其实他们的生活 非常非常苦 就是是很难想象的 因为当时香港 他们那边 才刚开始开发 所以有很多疾病 那外国人来到东洋 一定不习惯 所以其实他们传道士 当时来到香港的时候 是 大部分都在来到香港 四年之内就 就过世了 对 那其实他们 其实他们在来 香港之前 他们几乎不太能学中文 像当时最早来的马里逊 他也只 在当时也只学了一点点而已 所以他们等于 他们到这边 才开始学中文 开始接触 然后可能四年就要死了 我觉得这传道士生涯真的很可爱 对我看到那个资料是 四年里面有两年都在学中文 然后等到开始做一点事 然后不久就染病过世 所以等于说他们一定要开办学校 那他们开办学校 就是要教这些在香港的华人 那这边就开始 就是董奇张老师 在香港字里面 这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里面 其实香港 香港这本书分分成三个 三个故事线 那其中这一条 我们要讲的这一条 叫做复生六纪 他讲的就是 当时在十九世纪最开始 英华书院最开始的第一批学生 里面 一个小男生 一个小 跟一个小女生的故事 那这个小男生就是代夫 那他又叫做代夫生 对 我们知道以前人都是这样子 对 代夫生 那他 这个小女生叫做 李信儿 他是一个 混血 混血儿 对 就是一个 在当时 对当时还未开发香港来说 因为洋人才刚来第一批 所以这个小女生 其实非常特别 他们没有看过混血儿 因为之前都没有西方的人 到这里来 那他们相遇的时候 其实 小女生才六岁而已 然后代夫生才十一岁 但是整个复生六纪的故事 他会一直写到 二十年后 代夫生三十一岁 然后李信儿二十六岁 这是一个很悲剧的故事 凄美的故事是吗 就是本来是一段 像纯情之恋 可是因为这个 李信儿的身世非常坎坷 后来还迈进了青楼 对 代夫生即使想要赎回她 却很辛苦 因为这个女孩子 其实有点自己放弃自己吧 对 那这段恋情 其实就写成了一封很长的情书 等一下回来继续说 欢迎回到news酒吧 酒吧新闻台 我是叶美瑶 今天介绍的是 董奇章的小说 香港字 香港太特别了 那个本来 刚刚第二段 我们应该是要放张国荣的 I am what I am 我跟这个小姨都非常喜欢张国荣 但是 故事实在太多了 太精彩了 所以 其实是放不到的 我们第三段有 董奇章老师清点 一定要播的一首歌 是比较现代的香港歌 也非常好听 是林嘉谦的作品 但是我念一段 这个I am what I am 歌词里面的一句话 他说 I am what I am 我是我 多么特别的我 多庆幸大地 有不止一种主印 神造势人 种种色色 都有他公允 我很庆幸 站在我屋顶快乐做人 拿着我心 告诉世界 何谓勇敢 张国荣我们知道 他其实地位 是超越香港 我觉得这个是 华语区只要听 国语流行歌的人 粤语流行歌的人 都知道张国荣 我觉得都爱张国荣 我这样私心说好了 用他的歌来 诠释香港的特别 从小 可是可以看到那么大 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 不过倒回来说 我觉得香港字 也有这样的特色 虽然书名 大大写着香港 而且这个香港字 还是真的是香港字 对不对 书里面就是书名 还有内页里面的张明 那些全部都是 真正的香港字 对 就是我们真的找到 这个香港 只要买一本回去 你家就也有 尖尖的香港字 这样说绝对没错 而且香港字里面 其实牵涉到的 跟整个东方西方 相会的一段 精彩的历史 透过这个 赖成辉 这个大学女生 其实她辍学了 而且她的身心状况 非常的疲累 所以整个是在一个 透过追寻 过去重返 寻找这个自我 或者说 重新寻找力量吧 我在这个小说里面 读到一段 东西章写说 个人之所以会觉得 没有灵魂 就是失魂的状况 就像这个小说 女主角一样 正是因为 时代失去了灵魂 那时代失去了灵魂 我觉得这当然就 影射了这几年里面 生活在 在海外看香港 或者生活在香港的 年轻时代 同样的心情 不管你是站在 什么样的角度思考 但是这一段彷徨 我觉得是真实存在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这个 先听一段 东启章选的这个歌好了 因为 我想它特别能够代表 年轻人的心境 等一下回来 我们让小玉来继续讲故事 一人之敬 林嘉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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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变成歌手以后 真的是这个创作力大爆发 好像是去年吧 这首这个艺人之境是去年在疫情期间 他等于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去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进到这个 好的录音间跟大家一起工作 所以他等于是独立完成的 自己做词作曲编曲录音 这首歌应该是去年年度 这个香港的Chill Club的年度歌曲 也是他也是年度男歌手 我相信香港听众一定都很熟悉他 但是台湾的听众也许还不知道 这歌真的是一听就就喜欢 能够呈现现代香港年轻人的心境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 多了人还没有多高兴 沉默看心 期待日光牵引 一个人享受独处 这个赖承辉 我们回来讲这个女主角吧 她其实就是一个因为社会化适应不良 然后曾经有自杀的倾向 但是她就慢慢的透过一个人寻找 找回了一些精神器 小姨讲讲我很喜欢这个女生 你可不可以讲讲她的故事 我觉得大家从刚刚听的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就是东西张老师 亲自选给我们的 那你从她选这首歌就可以知道 其实老师她是一个非常 着重于在跟现在年轻人 沟通或是交流的一个作家 那其实她从多年前就一直在 一直在处理这个年轻人的问题 包含说她在很早之前写的 体育时节这本书 就是写当时以尊敏林琴为主角的一个诉求 来写的一个小说 那到现在这一部也是 这个女主角她是一个大学生 叫做赖承辉 那这个女主角很特别的是 因为东西张老师在写这个故事的时间 其实大概就是18年19年 她故事的发生时间啦 大概就是18年19年 那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 18年19年香港发生了什么事 那我觉得老师的她 把这个事情 把这些事情转化到这个女主角身上 那这个女主角她可能 她不只是受到她自身的影响 她可能也受到了她世界周围的影响 这其实跟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 有很大的共鸣感 就是你有你自己的困惑 然后这个困惑可能来自世界 然后她可能对你的未来造成了一些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那老师她在故事里面 就把赖成回导引到一个 她虽然因为自杀未遂 然后休学 可是她也因为这个机会 她重新发现他们家有香港自的这个东西 然后带领她 透过文字 然后也透过她实际上去接触 新的不一样的东西 离开她校园的东西 其实也离开她当时社会发生的事件 她等于是重新回到她自己 回到她自己的自身 她自己想要从文字里面找到一些东西 然后进而把这个故事推展到 她发现了香港自的历史 然后香港自历史背后 又找到她自己的家族的 很重要的故事吧 是 我跟小一算同时 这个我们手上同时都有稿子嘛 她喜欢现代的部分 我喜欢历史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 即使是不爱看小说的人 你在看到这个小说里面提到过去的 不管是助治史 传教史 甚至于跟太平天国的连结 太平天国里面真的 真的曾经是有人来跟英华书院买字的 因为他们要去传播他们的这个天国 那个洪秀权是上帝的弟弟嘛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这些过去在我们的历史里面 片片段段出现过的东西 在小说里面透过一个赖承辉回溯过去 他的外征组 外高组的这一段历史串联起来以后 你会觉得历史变得好像跟你很贴近 很好看 以至于你的 我觉得正如这个东西章所说 就是你会感觉从写这个香港自身化 重铸香港自 其实是他这一代人在恢复整全的一步 就是把自己的历史拼凑起来 或者说说出来 所以印刷机不再是没有生命的机器了 而是对他这一代人 甚至于尤其他是一个作家 对他来说是一个守护神兽 我非常喜欢这个奇鬼的异象 就是说印刷机其实对他来说是有情感的 好最后大概只有30秒了 小姨你们特别想要对年轻人说 为什么要来看香港自 我们在做这套书的时候 刚刚有提供我们做一个公益的版本 那当时我们就请老师 东西老师特别帮我们选出一句话 或者是几个字 想要来送给这一次的读者 那老师他选了圣经里面的这四个字 这也是书中最重要的四个字 那我们在这边也献给大家 叫做爱者不拒 有爱的人就不会恐惧 不会害怕 谢谢